近期网上有人发起杯葛非土著产品运动 并且有人指出有些物品包括石油的价格是因为这个运动而降价 不过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达尔西塞福定否认这个说法 并认为物品降价是因为市场力量而不是杯葛运动 塞福定解释目前还没有数据可以证实杯葛行动 可以让某些物品因而降价 如果 sumber utamanya itu harga jatuh harga runcit akan jatuh lah ataupun kalau permintaan itu dia bergantung pada supply and demand teori ekonomi asal jadi saya tak mau kaitkan soal setakat ini tak ada siapa boleh sahkan 塞福定是在部门移交14辆冷冻卡车 给大马实户银行基金会之后这么表示 他说大马实户银行计划 从去年8月落实至今 让23万8千人受贿 至今也没有接获任何有关实户数据的投诉 他指出大马实户银行计划 从去年8月推介至今 进展迅速 私人公司对这项计划的反应令人鼓舞 他说财政部长林冠英 拨出300万令吉 给该实户银行计划 购买冷冻卡车 以便更有效地把实户分配给 B40群体包括全国20所大学